第二章 祖神召唤 片刻号 忽颜博老师的虚拟宇宙编号我很清楚 罗峰微笑道 只要忽颜博老师你连接虚拟宇宙 即可发现联系名单上多处我的编号 可随时联系我 忽颜博老师和巴巴塔也是很久没见 我就不打扰了 随即一转身便凭空消失 见罗峰离去 忽颜博和他麾下的九大灵魂仆从 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老大 罗峰主人心中感激你 你当初虽陨落 可也算有传承指引之恩 也没必要这么紧张的 完全可以正常交谈 你看 老大 还有你们几个一个个都吓成这样 想要和你们交流都没法交流 巴巴塔无奈道 说得简单 我们个个也明白 那巨型黑猩猩般的不朽低吼道 巴巴塔 那可是宇宙之主 对我们而言 前无国主便是高高在上的古老无敌存在了 至于传说中的宇宙之主 那更是整个人类族群最最巅峰的存在 虽明白老大对这位银河领主大人有恩 可我们毕竟之前都不认识 又是这样大人物 谁不害怕 恐怕这位大人物一个眼神 我们就死了 呼延伯长舒一口气 抚摸了下巴巴塔的脑袋 巴巴塔 你和他生死战斗过 他弱小时 你便和他在一起 一起成长 所以你感觉还好 可我们毕竟和他不认识 还是规矩点好 这样的大人物 我即使对这样的大人物有些恩德 可若是我仗着恩德就乱来 惹得他不满 那可就糟了 周围其他一个个进阶点头 地球上有古语 半君如半虎 在掌握绝对权力地位的存在面前 即使有恩情 也得小心谨慎 相对一个星球上的皇帝 像能轻易屠戮亿万星球 逆转时空 复活无数生灵的宇宙之主 普通不朽神灵 在他们面前就是战战兢兢 诚惶诚恐 绝大多数不朽神灵 一辈子都没资格见到宇宙之主 嗯 巴巴他点头 老大你说的我也明白 就算是我罗锋主人 在我面前也收敛威压宛如过去 可我心底就是发紧 过去我随意地称呼他罗锋 可现在不自然地就不敢了 这是威士 胡言伯笑道 高高在上的存在 即使不主动展露威严 可他的地位 自然会让我们心中 生出敬畏之心 没有敬畏之心者 根本是活不长的 我也没想到 当初只是不想我的传承断绝 却竟然造就出 这样一位伟大人物 站在胡言伯深后 显得有些冷的黄皮肤男子 开口道 巴巴他 这位银河领主大人故事 你得和我们好好讲讲 之前双方见面 罗锋自然感恩 也想要好好交谈一番 巴巴塔在一旁 也讲述了一些 大概事 让胡言伯他们明白 眼前的罗锋 和他们到底什么关联 可巴巴塔 讲述完毕后 胡言伯他们 一个个无比拘谨 罗锋说了一会儿 也没话好说 见对方太过拘谨 只能先离开 而胡言伯和九大灵魂奴仆 内心深处都无比好奇 短短不足二十万年 从地球土著 一步步艰难爬升 直至成为整个人类族群的最巅峰存在之一 胡言伯他们也为自己能在其中出一份力而感到骄傲 同时他们也明白 抱上这样一条大腿 只要不是傻子 注定前途无量 罗锋主人不朽前的故事 我很清楚 不朽之后 随着罗锋主人实力越强 我知道的就越少了 巴巴塔连道 不过我单单知道的那些 便无比精彩了 说来罗锋主人 绝对是一心性毅力 都堪称完美的真正爵士人物呢 我先讲地球的几次浩劫 再说天才战的事 银河系 宁静的虚空中 罗锋漫步而走 越是身处高位 就越加寂寞 除了至亲 妻子孩子父母 不会因为自己地位高 而产生隔膜外 像其他的一些朋友 就算是曾经生死战斗过的朋友 如荣君他们 乃至向红 雷神他们 都会产生些隔膜 反而从小一起长大 加上对人类族群高层 并不了解的魏文 和罗锋在一起 还随意 我收敛威压都如此 若是展开威压 便是连宇宙尊者 都心颤不敢指示我 罗锋此时 心情反而有些落寞 因为复活忽颜博 和他手下时 令他不由想到了 在生命历程中 认识的很多很多朋友 当初自己刚刚踏上 舞者陆时的火锤小队 当初和吞噬兽 同归于尽的其他几位伙伴 自己夺舍 成功侥幸活下 可其他却一个个陨落了 复活吗 可无法复活 即使身为高高在上的宇宙之主 能逆转时空 也无法复活当初的伙伴们 因为即使是和吞噬兽 同归于尽的几位英雄 也只是行星级实力 而行星级的寿命大限 是一千年 自己一旦复活 的确可以找到 当年那个时代的他们 可当时间回溯时 惩罚虽然自己能承受 可时间的流逝 却要他们自己承担 像不朽 可以轻易承担时间流逝 可当初的伙伴们 在时间流逝下 首先肉体会迅速衰落腐朽 而没有肉体保护下的灵魂 也会迅速灰飞湮灭 在时间回溯过程中 罗锋根本无法帮他们 这也是逆转时空复活的 其中一项缺点所在 逆转时空复活并非全能 有着好几种例外情况 罗锋一声叹息 随即便飞向远处的宫殿群 那是银河系的圣地 也是罗锋的宫殿所在 回到银河系 罗锋先将自己老巢周围的时空 进行一次改造 透过对时空的控制 形成和周围区域完全独立的一片时空 这样一来 普通宇宙飞船 即使经过这 也根本无法进入这一片时空 接着 罗锋便开始了成为宇宙之主后 第一次真正的潜修 银河系罗锋的老巢 因为之前空前绝后的几乎整个原始宇宙所有强者都参加的一战 使得罗锋名气格外的大 而银河系罗锋的老巢也被外界诸多一族称为银河圣地银河魔窟等多种称呼 总之那是罗锋在的地方 连那般大军都奈何不了罗锋 自然没谁敢擅闯银河圣地 银河圣地 一艘百亿公里长的木陵之舟在周围虚空中缓缓飘荡着 木陵之舟内的传承空间 其中修炼空间内罗锋正在前修 自当初创出刀法得到传承后 我的刀法再无新创 罗锋掌心则是悬浮着星辰塔 还有星辰塔 星辰塔我现在仅仅才能催发第三重秘文 而第三重秘文的深奥程度和我的刀法 涅槃新生是一样的 正常情况是催发秘文要比自创秘法简单 像鹏宫之主 黑暗之主 星河之主等 一个个都未曾创出宇宙最强者层次秘法 却能催发那一层次的秘文 而罗锋创出的刀法也注定 他能催发更高层的秘文才对 星辰塔 是我手中我最为捉摸不透的一键至宝 罗锋按道 木陵之舟是无语义都是机械流 用途很明显 威能也有一个谱 至于血影刀 纯粹是原胚一切秘法要自己创 唯有星辰塔 神秘 在大战之前 罗锋仅仅因为星辰塔认主难度高的离谱而觉得疑惑 可因为实力缘故 一直没发现星辰塔战斗时有什么特殊 可此次大战 罗锋发现了星辰塔第一个特殊优点镇守灵魂 比其他镇守灵魂的至强至宝明显高上一层次 细心参悟吧 罗锋当即潜心开始参悟 这修炼空间中可以保持万倍时间加速 令时间效率最大化 自跨入宇宙之主后 罗锋开始全方位的开始提高他的实力 尽量将各方面达到现如今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转眼已过去数百年 而修炼空间中过去的自然更久 在修炼中度过漫长岁月的罗锋睁开眼 眉头微微一皱 祖神骄找我 翻手取出一块令牌 那是当初称为祖神骄外围成员 而后祖神亲自己予的令牌 去见祖神 罗锋疑惑了 若是他还是一般实力 祖神骄呼来喝去也就罢了 可现在自己的地位不一般 实力也在之前一站中得到展现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祖神骄绝对不会轻易找自己 并且如果真有求于自己 也该是派使者过来 而不是照自己过去 祖神骄的三位祖神 在战后我都和他们聊过 都不是自大之辈 既然召唤我 让我过去定有原因 罗锋暗道 到了他这一层次 已然站在整个原始宇宙的巅峰 那么强者之间交流 必要的尊重是必须的 刷 罗锋便凭空消失 祖神叫 祖神秘境子惊倒 罗锋所居住的那座住所 依旧还在 随着朦胧的光芒 一道银色外袍人影显现 正是罗锋 好久没来紫荆岛了 罗锋环顾周围 罗锋 一道声音直接传来在 罗锋耳边响起 到我这一序 我有你人类重要事情 告知于你